此前遭到观众们,强烈吐槽的新以天涂龙记,如今居然渐入佳境,口碑越来越好,当初很多气剧的观众,也都回过头来追起了剧。到底是什么时的一部即将沦为下品的武侠剧,逐渐赢得观众们的认可呢?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,是剧组的诚心和谦虚。 剧组根据观众们的反应,及时修改了剧中的慢镜头打戏,使打戏恢复正常。这一点,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。当然,也有不少观众认为,是因为剧中陈玉琪饰演的赵敏的登场,及时地挽回了整部剧的烈势。难道陈玉琪饰演的赵敏,真的有如此大的魅力吗? 反正我对这个演员不熟悉,以前也没看过他演的电视剧,至于他塑造的赵敏是好是坏,我就不去评价了。 今天,我们来看看赵敏在剧中的六套打扮,看看哪一套最让你心动。 一、红衣女扮男装七十分赵敏首次登场时,是一身男装打扮,鲜艳的红衣衫相当抢眼,手舞折扇,骑着铁甲宝马,排唱的确很大。可能是由于陈玉琪本身长得太娇嫩的缘故,他的女扮男装,无论怎么看,都是女子。 二、白衣女装八十分在绿柳山装,赵敏特意换回女儿装,估计是想勾搭张无忌。一身白衣,看上去尤为清新,美人之态,尽收眼底,难怪张无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 三、白衣女扮男装七十五分赵敏假扮张无忌,带领。 手下一众高手上武当山挑事。这一次,赵敏不穿红衣,换上了一身白衣男装,还是那句话,无论怎么看,都是女儿身。 四、蒙古装九十分赵敏的第四套装扮,换上了蒙古族女儿装,看上去非常有个性,十分符合赵敏这一人物的形象气质,我个人比较喜欢。 五、双辫子女儿装六十分赵敏的第五套装扮,我就欣赏不来了,扎着两个鞭子,女人味少了许多,不如前面的几套装扮,估计喜欢的人应该不多。 六、白衣羽衫一百分赵敏的第六套装扮,是她专门跟张无忌约会儿穿的,在黑夜中,白色的羽衫显得格外迷人,跟仙女似的,这应该是赵敏所有装扮中最抢眼的一套,不知能否入得了你的法眼呢。